目前我们上海没有封城 现在也不必封城 对于当前上海的一型形势 我们将根据 咱们也就下定决心 封上三五天 封上一周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上海 我们这个城市 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 自己的上海 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 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 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市民 应该有这样的大局观 现在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 就是病房很紧张 隔离点没有环境 120没有车 这个就是事实 现在让我通知人家阳性 见看云上班是个阴性 我们多来人家打12345 投诉见看云 干什么干嘛 现在连上海发布 微博上面都关闭评论了 四点多钟就来了 到现在都几点了 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 水也没得喝 上海有小麦铺有没有 车没得吃 我是来支援的 无偿的 我现在我连微博都解释了 我们有浦东的居民 浦东的朋友们 他们收到大礼包 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 你让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厂镇的居民 是作何感想 谢谢党妹们 谢谢你们自民党们 我也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 我可以对局没有交代 现实是没有 知道吗 没有 那个工作让我们的行为 为了很厉害 我自己也有家呀 你们有家带不住 我是有家帮我呀 要把他打死了 哎呦 天呐 我们都是一栋楼的 我们都是好 你是来自于这望远的地方 到我们这里 阿姨一定要让人家看看 谁说外乡人在上海不定 哎呦 好点这个 咸菜都吃一吃啊 警察给我们送饭来了 上海的好警察 几天没吃饭了 没吃啊 人家的鸭 从早上的八字中 一两年 来来外外吃了两餐 来英语接受 到局外港 局外港英语肯定能接受啊 人家有个东西 肯定就 他们来吃你个东西 那点子鸭鸭鸭鸭啊 只能做出这个日子嘛 你说我今天就要做了 他就要做什么 为什么 那我们吃什么 说我们吧 你不吃 坐吧还是吃 究竟不让你进吗 小结果呢 人家住在里面的 不让人家进有这个道理吗 你去给街道讲啊 街道就讲了这问题啊 小结果真有街道 我原来昨天就想送给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大家相互感染 但是呢 今天我想了想 因为很多的都不会死人的 二要二死人的 这个楼你看都还没有封顶 进来了以后就所有人先抢被子 抢床 那你告诉我哪里吃 我不知道 我不是在门 我也喜欢在门 其实总是连床都还没有吃起来的 人家就直接睡地上了 那你们发布发布置 你发布发布置 你等通知 等通知我们都快饿死了 你怎么能锁门呢 火再怎么办 你告诉我火再怎么办 火再怎么办 我的孩子发糟了 万一你们在哪 我还一直担心 不是说我们不配合 不是我们作为计刃者 我们根本就贵不了 这种打击 是吧 这样的话 人家非得到还这么做 明天或后 你们分调一丝 我的计刃者怎么办 一二三四五也打过了 一一零零也打过 是吧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是没有结果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 李老师 我真的很无奈 我现在 我比你更伤心 因为您仅仅是一个家庭 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对 你说谈的一切 我真的很理解 你的情况 我以书面的形式都以报 电话打过无数次 谢谢你 对不起的鑰匙 我不能为力 唉 真的是 我说我怎么不够的 对不起的 我这一切都能做 对不起的鑰匙 做